音乐 上一课开始 讲王羲之的晶体 晶体当时属于心体 相对而言 中瑶是古体 中王为古今之分 心体当然有新的技法 在当时是不外传的 正如孙国庭所言 大多数人 图见成功自美 不悟所知自由 但外人可以经过学习 零写分析研究 总结出 王羲之的技法要点 孙国庭 就是聪明人 张旭也是 王法治张旭 越来越完善 孙国庭和张旭 论述的技法 就是表上写出来的 这一些 只要掌握这心法 就懂了王羲之的心体 中瑶古体和王羲之晶体 一望可知 古体深受八分影响 自行扁平 晶体用笔复杂 中宫收紧 见机制表 或说是后人所灵 无论真伪 都是中派写法 欧阳寻于公公碑 虽然是唐人作品 总体上说 还是属于 王羲之晶体一派 你学王羲之 不要选错自贴 不要选错自贴 王羲之作品分两类 一种是学中体 明董奇商说 宝人为黄庭经上存中法 请梁艳寻人为黄庭经 远厚古茂 多是中瑶 如果你选新太平本 黄庭经当自贴 那属于中瑶 那属于中瑶古体 这 你学的是中派 不是 王羲之 所以我把 王羲之学中派的作品 放在 2.2 中瑶书体分类 一节中了 另一种 是王羲之晶体 制成 一家心法 这就是现在 2.3 这一节的内容 王羲之记法 书谱有解释 这是言传 若要熟练王法 必须经常灵贴 培养笔杆 孙国庭推荐 什么自贴呢 从书谱202行第四字起 到237行第三字 这一段文字 前面讲选贴 后面讲读贴 文章稍长 有些生字难字 网上有书谱试文 很容易找到 可帮到你 孙国庭 讲选贴 是从历史角度讲的 然 经之所成 务必学者 我现在所讲的 务必 要对学者有益 但右军之术 代多称习 两可居为宗将 取吏之贵 练习书法 先要找对范本 王羲之作品 历代为人称赞 学习 自然可居为宗师 汲取他的自趣 接下来 其为 惠谷通经 亦乃 情深调和 致使 摩踏日广 眼熄 睡之 孙国庭指出 王羲之优点有二 一是 惠谷通经 打通谷经 二是 情深调和 饱含情感 格调高雅 这一来 摩踏越来越多 演习 日益广泛 历史是最无情的 淘汰泡沫 留下 增进 接下来 孙国庭推荐了六本 王羲之字帖 阅仪润 黄庭经 东方说话站 太史称 兰庭集叙 告示文 这六个作品 跟楚遂良 幼君书目 对比一下 除了太史称之外 幼君书目 都有 不过 现在我们见到的 幼君书目 征书只有十四帖 原本有四十帖 太史称 很可能在其中 这段话 使我们知道 唐朝人 用什么字帖 可惜 真迹没有留至今天 比较可靠的模本 只有蓝亭絮 所以 今天学王 蓝亭絮 必须 苦下功夫 孙国庭说 这些作品 是真行 觉智者 真行 即 真书 和行书 这两种书体写法 基本相同 书术中 没有楷书 正楷 正书 这些名称 整篇书术中 楷字 只出现过四次 初传楷择 义夫楷誓 若诗通楷择 忘怀楷择 历书课程讲过 王赤重 始作楷法 言由摩楷 意思是 可谓摩楷的计法 楷择楷式 是计法名称 不是书体名称 唐朝很多人 楷书正楷正书 和真书混用 作为理论家 孙郭廷使用术语 远比一般人严格 他把真书 和楷书分开了 真书 必须用实转写 正楷不需要 就书法而言 当然用真书为好 以上讲的是选帖 接下来讲独帖 独帖要有目的 你想从自帖中 看到什么 上一课讲到 孙郭廷的教学系统 分三步走 对初学者而言 独帖 多注意计法 以前课程 重点都放在计法上 分析大圈小圈 现在已经讲到 九级课程了 计法过了关 就可以创作 对于创作者而言 独帖 要注意韵味 韵味 神韵 气韵 神采 等术语 意思相近 简言之 就是作品 最终效果 孙郭廷 孙郭廷用八个字 说出 书法字目的 打起情性 行其哀乐 三级课程讲了 骨肉 筋 血 绳 最终效果 绣着绳 计法 当然很重要 但计法的调整 维受大小高低政策 取决于心法 书法是艺术 每次只产生一张作品 即使你写了十遍 每两张是一样的 书法就是在你动笔的那一刻 记录你的内心 释放你的潜意识 于是我们在作品中 体会到 你的情性 哀乐 孙郭廷推荐的 王羲之六个作品 韵味是不一样的 写乐意 这情多福育 书画战 这意色归其 《黄庭经》 这一意虚无 太史争又纵横争责 几乎蓝庭性急 诗意神操 斯门界势 情居自惨 所谓 色热方笑 言爱以叹 这是孙郭廷独帖的体会 未必 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 学扬 审美不同 可以得出 不一样的结论 音乐表达的情感 比较明显 喜怒哀乐 普通人大致 都可理解 但到高深的境地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懂的 讲个故事 后汉书 蔡永传 记载 有一次邻居 设宴 招待蔡庸 蔡庸到门 听见情声 反声 就回去了 邻居赶紧去追他 询问缘故 蔡永说 情声中 有杀性 谈情者闻之 解释说 我弹情时 看见有螳螂捕蝉 蝉将去而未飞 我心为螳螂着击 可能这就是杀性吧 蔡永婉然而笑 接受了这个解释 蔡永听情 是历史上著名典故 这境界 非常留可及 书法同样如此 润及蔬子深处 犹如品茶 品酒 不容易尽得其韵 要提高独帖水平 可以用比较的方法 如蓝亭絮中 这个诗字 节字 有些特征 一 是日字 左树 差不多写到底 右旁 土之一树 特高 随便 草厨师未知 一左 阳右字法 右军 打通古境 赵门府 于和 都没有写出 这特征 照写日字 左右树 一样长 一样长 鱼 是左短 右长 跟王羲之 相反了 这就是 独帖不够 皆袭 太生所自 二是 左边日字 内部 密不透风 右旁 寸字 疏可走马 照 照 鱼 都以平均为式 胆量不够 三 是 右旁三横 王羲之 第一横 取 弧线 仰式 照鱼 三横 用平行直线 大计 你仔细望望 王羲之 这十字 潇洒流落 汗一神飞 照鱼 只得 蓝亭面 月唤 反骨 无精淡 两相比较 高下利剑 书法 可以在 潜移默化中 慢慢改变 你的审美 如果你选了一本 好自贴 却没有下功夫 好好读贴 结果写出来的 全是你的潜意识 做出 白费功夫 读贴之后 就要动辟写了 是为灵贴 选贴 独贴 灵贴 这三步 每一步 每一步都重要 很多人 独贴不够 买来自贴 马上就写 极容易出错 独贴 读得越仔细 灵贴下笔 越有把握 唐长人 唐长人买 王羽兹字字 价钱贵 往往只买十个 回家仔细研究 这十个字 举一反三 一通百通 书法作品 平放在桌子上看 跟悬挂起来看 感觉是不一样的 现在有条件 把王羽兹字字放大 可以贴在墙上 独贴 看熟了 对着灵血 极为有益 进步神术 写完了 把自己写的 和王羽兹字比较 所先批注 老一辈人常说 字怕掉 一掉起来 缺点都显露了 哪里好 哪里不好 好的打圈 不好的打擦 提醒自己 然后再次淋血 自然又把握多了 书法好像一面镜子 潜意识 平时感觉不到 一看作品 就表露无遗 作品就是你的另一面 但有些人 永远看不见自己缺点的 孙郭婷也认述过 在书谱 另一段文字中 297到306行 孙郭婷分析了性格 对作品的影响 虽学中一家 而变成多体 莫不随其性欲 并以为之 大家都是学王羲之的 同出一门 技法相同 作品是否一样呢 肯定不一样 原因就是 每个人的性格 和欲望不同 写出来 必然各有姿态 孙郭婷举出 九种人 九种性格 自执者 则精挺不求 刚横者 又倔强无润 执性子的人 不懂婉转 用笔往往平直 不求力 性格 凶横刚立的人 线条倔强 不圆润 经连者 必予拘束 托异者 施予规矩 这两种人 恰好相反 前者 被规矩 所束缚 放不开 后者 看什么都容易 不遵守规矩 或根本 不懂规矩 温柔 温柔者 伤于软缓 照勇者 过于飘破 温柔的人 用笔 绵软缓慢 急照勇猛者 下笔 粗帅 急破 糊润 糊疑者 逆于 智涩 持重者 忠于 减顿 疑心重的人 用笔 持疑 线条 声色 性格 缓慢 出手 笨重的人 持顿 轻锁者 染于 疏力 思揭 独行 自事 偏 顽 所 怪 处 是 所 碎 不知 轻重 主 赐者 好像 雍族 的 小利 以上 都是 独行 自事 性格 有偏 影响 创作 无论 独帖 还是 灵帖 根本上 受你心中 潜意识影响 所以说 最大的问题 在于心法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